担心美国消费者是否能维持支出速度 或许不必过于担忧 目前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 是消费者能否维持他们的支出速度 尽管学生贷款还款将在10月恢复 大流行期间的过渡储蓄有望在本季度耗尽 但家庭净值仍接近创纪录高点 这主要得益于大流行期间 房产价值和房屋净值的激增 家庭净值相对于收入水平的比例 几乎与历史最高水平持平 这种增长主要是由大流行期间 房屋净值激增推动的 房屋净值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现象 家庭对其房产财富充满信心 认为未来会继续升值 因此不再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样需要储蓄 这有助于解释目前低储蓄率 虽然劳动市场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但大流行期间积累的财富和信心将继续支持消费 这有助于保持整体经济增长的韧性 尽管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长将从第三季度的高速度减缓 但这更像是一种正常化 而不是衰退